接着我们进入三姿势多变的声音 那在三姿势这里 其实要讲的就是声音三要素 那讲声音三要素之前要先讲一下乐音跟噪音 其实这个好像已经从课本删除了 但是呢有的时候题目还是会出来 所以稍微提一下 什么叫做乐音呢 一般来说是这个声音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你听的歌啊有规律的一个音乐 不会是那个很多不同的乐器 然后同时胡乱的吹奏 它是有规律的 而且呢音量不能太大 这音量呢不能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再怎么好听的歌 当音量太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噪音 所以如果你是有规律的 那音量又是合适的 我们就称它为乐音 那如果你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 那或者是太大声 好也就是音量太大 那你不论如何 你就是都是噪音 好那我们有乐音了 我们才要来谈乐音的三要素 好也就是声音的三要素 那课本讲了哪三个要素呢 好分别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响度 好顺序可能跟课本有一点不一样 那什么是响度呢 响度在生活中讲的就是大小声 就是有大声有小声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在打鼓的时候 打得非常大力 这鼓面就会震动得非常大 就很大声 那如果打的是轻轻的 鼓面就震动一点点 那就是很小声 所以呢 如果以波形来看 以波来看的话 那今天这样的波跟这样的波 哪一个会比较大声 好应该是左边这一个 好那怎么看的呢 看它震动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其实我们看的是这个 我们看的是政府 好所以响度在波的 波的那个 一个名词来表达它的话 我们用的是政府 H 好那是我们总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总也要说 诶那个警察隔壁真的太吵了 我要告他那个 诶那个 诶 我要举发他 那你就要有依据 要有一个数据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是必须要一个测量的一个单位 好那我们测量它大小声的单位呢 我们用的是分贝 好用分贝 那英文代号是db来测量 好那这分贝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花一个表 然后呢分贝没有负的 从零开始 十二十三十好四十点点点 好那课本有列很多啦 那我们是不要记 那个如果会考到考的话 通常会给你相关的数据 好那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零分贝是我们人的耳朵能够听到的最小声音开始 那十分贝呢就有点像是耳语 好就是在你的耳朵旁边 讲悄悄话这样子 那零到十分贝呢 其实呢能量就是乘十倍 同样的道理 十到二十分贝能量还是乘十倍 好那这样子 二十到四十能量是变几倍 想一下 好再十倍 十倍 所以其实不是二十哦 是一百 不是相加 是相乘 这都是相乘的 好所以是一百倍 所以分贝可能差一点点 好像我们学校的我爱妈妈 那个大声工的那个比赛 所以分贝差一点点 那事实上人家是用乘的 不是用加的 好这是响度 好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音调 那音调其实啊 在乐器里面讲的就是高低音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好就是讲的就是高低音 那音调呢要是怎么样可以是高音 怎么样可以是低音呢 其实它在我们的波里面 是这样子的 好假设呢 我是一个震动同样时间的波 所以我这一个轴是时间轴 好那我都震动一样时间 那有两个平衡线 那这里呢 它就震动了一次 那这里呢 它就震动了一二 它就震动了两次 那这两个震动的次数就不一样嘛 震动的次数其实就是频率 那如果同样的时间震动的次数越高 展现在声音里面 人耳可以听得到的声音里面 它其实就是越高音的 好所以这一个高低音在这里 其实是用波的频率来表达 好不要忘记频率的单位是赫子 好是赫子 好在这边 那其实高低音这里很喜欢烤 很喜欢烤一些应用题 那我们就先举一个例子啦 好我现在有两杯水 用两桶装水好了 然后呢一杯装比较少 一杯装比较多 然后呢我就对着它吹气 好这管也吹这管也吹 这一个是夹 这是仪 好 好那吹气的结果呢 发现哪有一个声音比较高 有一个声音比较低 那是谁声音高谁声音低呢 好这时候我们要先来看震动的是谁 好那这震动的 因为我吹气 所以其实里面主要震动的是这个空气柱 这个空气柱 好那这个震动的通常越短会越高音 所以这个是以比较高音 假比较低音 假比较低音 好那为什么呢 比较详细的高中会解释 好那这边呢 我只能用生活中的概念让你们了解 好就比如说你拿一个宝特瓶去装水 那你去听那个双水的声音 这时候也是空气柱在震动 也有空气柱在震动 你就会听到当你的水越来越满 你的声音就越来越高 好所以通常呢 这一个比较短的震动的震动的那个戒指比较短的 我的音调会比较高 这样子你的频率通常都会比较高 以轻来说 比如说小喇叭跟那个重低音喇叭的话 那应该是小喇叭是比较轻比较薄比较短 那他发出来声音就比较高 好那一样小提琴跟中提琴大提琴 小提琴是又小又轻 那大提琴是又大又重 那通常就是小提琴的声音会比较频率比较高 那矜的话呢 通常是像吉他调松矜 我把吉他调得越矜 这声音就会频率就会越高 好来这是音调的部分 那这个还真的蛮喜欢考的 接下来是第三个 第三个呢 三要素 一个是响度 一个是音调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音色啦 音色是什么呢 就是呢 当你在学校有同学叫你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看到他的脸 但是你就听得出这个是谁谁谁在叫我 你就可以听得出他的声音 好所以呢 音色其实在生活中呢 就是发音的 发声体的特质 好 如果是乐器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这是乐器的种类 就是乐器的种类 好 那以波的 以波的这个形式来说是这样子的 今天假设这是 我的声波 好 那我的声波呢 我的声音就会有这个特殊的波形 因为我的声带长得跟你们的不一样 粗细 不一样长短 厚度不一样 导致呢 我发出来的声音呢 是有特殊的形状的 那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形状 好 那这样子听在你的耳朵旁边 你的耳朵可以很微妙的辨识我的声音的音色 好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其实在波里面就是波形 那我们比较 现在社会上如果有在用的话呢 用的就是声纹辨识 好 所以你有一阵子在发展声音辨识 其实辨识的是你的声纹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波形 好 那这三个多变的声音呢 还是一样建议 这三个声音三要素 还是建议你要多做练习 好